所以如果沒有打通 沒有打好 就有一個叫陰道中隔 中間就長了橫隔膜 通不過去 這種月經當然就出不來 好 所以萬一是這樣 不管理由喔 不管是可能先天身體結構的問題 還是說壓力 熬夜 來 擔心會害你怎麼樣 擔心喔 會害現在的你 不孕 你不孕耶 然後就在講啦 對啊 同學 所以陳醫師這個不孕是 他初心怎麼會影響到不孕呢 他也是來啦 後來 對啊 所以就看原因嘛 如果大概不要說16歲零一天來 從此以後就很擔心 要克服不孕的一個最簡單的原理 就是 可是他們也 他朋友結婚了 生不出來啊 我是說反正要action才有用啦 很多人都沒有交男朋友 來跟我討論不孕 然後我就很難回答你這個問題 那剛剛提到的眾多因素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 一個命乳激素 一個脚膠腺 甚至於子宮卵巢發育不良 這個本來就是不孕症的 很常見的原因 甚至於剛剛提到的黃體素不足 黃體素不足不只不容易懷孕 它也是流產的 常見的原因 所以這類的病人其實來 不要擔心 我們月經晚來 有一個整體評量的一個套裝組 其實你都可以好好檢查 對症下藥通常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必須要講 如果你真的是染色體一場 或者結構上 它有些東西沒有長出來 那比較麻煩 因為硬體的東西 有硬體可以解決的事情 但是就不是吃個藥可以改善 了解 所以這個初經晚來 是因為身體可能某些狀況 導致初經晚來 但初經晚來 會不會也導致身體 其他健康更多層面的問題 對 家裡有女兒就是不一樣 因跟果到底誰害誰呢 對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原因會讓月經晚來 但是月經晚來的人 他有得到一些好處 通常比較晚來的人 個兒會長高一點 那他比早大人多了三四年 這樣好高 多了幾年成長 那所以它會引起 其他什麼婦科的危機嗎 其實最常見的 就我剛剛講 是不是有腦下垂體 我剛剛講密尾激素 那這種密尾激素 它不會莫名其妙就刺激出來 它常常 我們以前也有過這種 月經就一直不來 那因為你知道高二高三 如果真的不來 查一下下查不出來 媽媽都說那先念書 對 然後大學來的時候還是不來 其實這時候就有問題 其實他視力還出現一點狀況 因為他腦下垂體長一個腫瘤 密尾激素腦下垂體分泌了 所以如果分泌太多 腦下垂體腫瘤會壓迫到四神經 其實他看東西 就會產生一些視野的缺損 可是小朋友的話 其實他視野變窄 他可能沒有注意到 第二個是乳汁的分泌 所以密尾激素過高 導致腦下垂體長腫瘤 這是一個 第二個很常見的 這類小朋友常常晚來以後 他也會有一些腳上線的問題 腳上線如果比較低下 他 就吃得多人又懶懶笨笨的 然後成績又變差 可是這種腳上線素 其實你好好治療 連他的助力都會很好的改善 那另外還有一種 他真的月經不來 有一個叫 也是一個因素 多囊性軟巢症後群 它的影響範圍更大 因為它會有一個胰島素 這個胰島素會如果 不斷地刺激以後呢 你以後容易有子宮的癌症 跟卵巢癌症 還有乳房癌症 這三個癌症都是增加的 所以光一個往來 因為它的影響層級是很高的 要看它的原因 那中醫又是怎麼看 女生的這個生理期 如果真的晚來 對健康有什麼影響 是 中醫來看這種月經 比較晚來 不會到16歲 大概13 14歲 裹一裹二的時候 媽媽就會帶來說 到現在都完全 好像也沒有 發育也沒有來 就會很緊張 那時候其實我們會先建議 一定要先去 你要抽血 先看你的荷爾蒙濃度 有沒有問題 先排除是不是一個子宮 或者是發育 先添的一些 基因上的缺損等等 如果都不是 那就是中醫的範圍 我們會把它分成三種體質 第一種就是所謂 因為如果你晚來 我們叫做虛 因為它的腎氣沒有到 腎氣到天葵至 月經就會來 所以腎虛是第一個型 那第二個就是血虛 第三個就是虛寒 聽起來好像很難 其實很簡單 腎虛的表現就是說 它會怕冷 它如果真的來的時候 月經的量也會很少 就是三年前來過一次 一年後都沒有再來 這樣這麼正常 經常會有這樣子的媽媽來問 其實我們就會看一下體質 它明明有來過 可是後來沒有再接續來 這樣子 其實是中醫可以調理的範圍 而這小朋友 腎就是跟腰相關 腰是腎之腐 常常在那邊講說 腰痠背痛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然後會到處呻吟這樣子 甚至這個腎開竅在耳朵 它會覺得說耳鳴 或是耳朵 我常常會覺得這樣這樣悶悶的等等 這就比較偏腎虛的症狀 那血虛的話就很好判斷 它臉色一定很長白 然後血很少的話 它經常會在那邊 頭暈 不想上課 然後臉色蒼白 而且手很容易麻 隨便一做交叉就腳麻 然後頭部跑一跑就腿麻 就跌倒之類的 就是血虛 那第三個剛剛講的是虛寒 它其實就是腎虛加血虛 所以本來腎虛跟血虛的症狀 都有然後再進一步 什麼意思 就比方說怕冷 它不算怕冷還手腳冰冷 對 那剛剛講說頭暈 它不算頭暈 而且它還睡眠不足睡不著 或是像剛剛講的 會覺得很容易疲倦這樣子 甚至影響到注意力跟血息力 那它還會有一些心悸胸悶的症狀 然後還會呼吸困難 甚至容易下肢水腫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是會 其實它跟不孕的分型 剛好也是一樣 就腎虛 血虛跟虛寒 反正都是虛就對了 以虛為主 對 所以會需要調理 但是如果要調理 用食物飲食的角度來講 有沒有辦法吃什麼 讓我這個不孕 大家很緊張 對啊 對 剛剛其實陳醫師有分析 很多種月經晚來的一個狀況 包括壓力 還有剛剛提到的所謂的 一個多囊性暖潮症候群這一塊 那針對這樣飲食 其實我會給三種的營養素 來做一個補充 第一個是B群裡面的 維生素B1的部分 因為剛剛提到 如果甲狀腺低下的人 確實它比較容易有肥胖 引起的多囊性暖潮症候群這一塊 都會息息相關 那它B群裡面的B1 可能特別要補充足夠 那B1的部分 其實這邊指的食材呢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不能高溫膨調 所以採取低溫的膨調 然後另外壓力呢 如果是壓力引起的 導致賀爾蒙的一個問題 其實要補充的是 維生素C這一塊 那維生素C這一塊 其實我這邊設計的幾乎 全部都是蔬菜跟水果 以水果為主 然後另外鈣的部分 這是針對現在 比如說你們可能之前是 出今比較晚來的人 現在可能在懷孕的裡面 其實我們建議除了補葉酸之外 鈣含量還滿足夠 要就讓你等於有點放鬆 所以這個鈣含量高的一個食物 包括牛奶 小魚乾 還有這些 比如說傳統的豆腐優格 這些倒是可以放在 晚上的時候 晚餐這時候吃 那晚上吃完之後 其實你會比較好入睡 然後另外最重要 其實包含三大營養 所有攝取 它的代謝要提高的話 其實水分很重要 所以平常的水分 我們會建議 還是要達到2000CC左右 然後芯的部分是針對於 就是如果是 所謂真的要懷孕的話 那包括卵巢的一個營養 還有包括第二性徵的表現 這個其實都是需要補充這個芯 那芯現在目前 以前比較容易缺乏 現在比較不會 因為現在人其實營養都滿豐富 只是說你可以選擇 芯材量比較高的 包括蛤蜊 蝦子 還有黑芝麻 這三個其實是首選 那我這邊有些食譜 倒是大家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就是如果說現在的女生 其實可以吃一些 比如說如果你真的要吃 像低質牛奶搭配燕麥 這個滿適合放在早餐的 然後另外中和堅果沙拉 這個其實維生素B1的部分 也滿多的 然後木瓜又落乳的搭配 其實是鈣含量還滿高的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像 一般的豆腐 你可以用傳統的那個豆腐 然後煮比如說像那種蔥燒豆腐 然後海鮮類其實只要是不孕的人 其實通常都會建議多吃一點海鮮這樣 那些我都好愛吃 難怪那麼容易受孕 而且妳想還持續著在吃 真的 怎麼會這樣 先孕住恭喜 怎麼啦 那什麼孕住恭喜 那一歲了 我也擔心她以後出勤會不會晚來 對啊 要怎麼預防啊 是是是 現在預防會不會太早 好 其實應該這麼說 終於剛剛講說 這個初清晚來就是跟腎相關 那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很有趣的檢驗 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腎虛 就先天的 那左女右 看妳的手 老中醫有一句話叫做 那什麼叫小指過三關呢 一 二 三 三關其實是指 我們無名指的這三個指節 最下面這個叫一關 第二關 過三關 陳醫師可以看一下 沒有啦 我們又撥到第三關 過三關表示說 先天的丈夫來 先天的丈夫腎氣充足 但是妳反過來 就是看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健康圈月牙 其實它就是看妳後天的腎氣 保持如何 有一個八個月牙 這就是要講到保養 就是要叫大家注意手部 因為手部有十二條經絡經過 那我們就是可以利用來刺激手 有五個動作 回去可以教小朋友做 第二就是我們可以刺激 我們手的河骨 所以妳臂的時候 可以這樣敲河骨 這第一個步驟 嬰兒也可以嗎 嬰兒也可以 妳可以幫他先敲 嬰兒就要幫他敲 要不要太早一點 他要開始預防了 所以我們去看嬰兒的手指也準嗎 他可以幫他兩隻 其實小朋友他還在長 所以他會有變化 對 如果他準的時候 你可以相信我 幫他拉一下 小指 好像曾經有裹小腳 類似這種意思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 我可以看到一隻手 你有一個不能給我 我可以看到一隻手 我可以看到一隻手 又在三隻手 所以我可以看到一隻手